国人从18号开始留在住家禁足防疫 大大推高了各种生活网页和软件的流量 数码协会调查发现 本月第三个星期也就是禁足令时期 无论是新闻、购物到饮食串流量都被增 最高还翻涨将近32倍 国人空闲时间增加 不少人就耗在网络上 其中在杂货领域就可以看到 相较于3月首两个星期 Jaya Glosser和Happy Fresh之类的网上购物平台 流量都翻了6倍 麦丁和特意购两个价格亲民的霸吉市场也备受欢迎 影视串流方面 首要媒体旗下的Tonton也有232%的增长 Netflix的流量也翻了将近两倍 公司休业、办公室关门、居家作业的上班族 都涌到社交媒体视讯开会 近期很火红的Zoom流量翻了将近3200% 谷歌的Meet和Hangouts 浏览率也翻了大约10倍 疫情期间 民众涌到新闻网跟进最新消息 新闻网流量涨幅比新闻政府倒台的时期还要大 包括国语每日新闻、英语新报 当今大马和Extra Avani在内的主要新闻网络平台 都出现190%到250%的增长 但中国报涨幅最大 达到276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